真是如此不可教 熊木不可调啊 先生 学生的字还是没有一点进步吗 你还好意思问 那么多学生中 老夫对你尤为关心 发现你吸收知识的速度 相比其他学生 紧张很慢啊 先生 老夫欧心力血 对你寻寻善用 可是 先生 学生不猜 学生 你何止是不猜啊 你简直就是个草包 三年啊 三年里你的字 竟然没有一点进步 现在八岁小儿随便挥挥笔 哪个不比你写的要好 你说说你整天究竟在想什么 先生 学生 学生每天都有刻骨链子 可是 哎 苍天哪 老夫真想看看你的脑袋里究竟塞了多少槽 老夫教你还不如去教一只星星 先生 先生万万万不可啊 学生听说星星凶猛残暴 先生去教授星星 学生 你学生担心先生的安危啊 罢了罢了罢了 你欺了老夫三年也不差这一回了 老夫年纪也大了 没有余力去关心你的学习了 这 你先生 甲逢一年一度的科举 老夫的得意门生王秀才进京赶考 他写的一首好字 现在在村外的白玉桥上卖字 你可以去向他请教一下 多谢先生为学生指点迷津 俗话说 一日为师 终身为父 先生教给学生的知识 学生会永远铭记于心的 哎 去吧去吧 再不去 可就要完了 这位好心的公子 又就小的吧 小的要饿死了 公子 赏给小的一些吃的吧 小的已经快三天滴水未进了 小姑娘 这些银子都给你 去买点好吃的吧 公子 您说真的 公子 这么多银子 小的不能要 小姑娘 拿着吧 你正是长身体的时候 千万不能饿着 公子 这钱袋 小的不能要 为什么 因为她是个骗子 刚刚偷走了我的钱袋 给我 给我拦住这个小骗子 你这个呆子 站在这里干嘛 还不快追 呆子 干什么 这位兄台 上天有后生之德 小姑娘是因为饥饿 才偷去了兄台的钱袋 最后 她能把钱袋还给我 说明她本性不换 偷的又不是你的钱袋 呆子 闭嘴 兄台 得饶人处且饶人 这样吧 兄台丢的钱 就又再下来偿还吧 好好 你来还 黄金五千两 拿来 这 怎么 没有 这样吧 在下这里有五两银子 先还给兄台 剩下的银子 兄台给在下开个欠条 在下 再慢慢还清 罢了罢了 今天碰到你这个呆子 算我倒霉 就当 破财消灾好了 兄台 兄台 兄台请留步啊 师傅在上 请收弟子一半 你叫我什么 师傅 什么 我什么时候变成你师傅了 学生是听说师傅很擅长书法 后来向师傅请教 起来吧 我不收呆子做狐狸 这 师傅 师傅请留步 呆子 你不要命了 我的字啊 放开我 这银子虽然在别年里一文不值 但是在在下眼里 他们比在下的生命更加重要 字可以再写 如我这样的好师傅教你 你可以写出比这好一千 一万倍的字 师傅 你愿意收学生做徒弟了吗 你这呆子 今天真是教了好运 师傅 多谢师 停 先别拜 做我的徒弟 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师傅请说 不管什么条件 徒弟我上刀山下火海 也会完成 哎呀呀 不用上刀山下火海 只要徒弟把我的宣纸买下来 不过贵点 无量银一张 无量银子 师傅 你这是什么宣纸 为何要价如此的高 你买不买 不买就不要做我徒弟 回去好好写吧 三天后 我来检查一下 我来检查一下 走 我来检查一下 下小命 我快都来检查一下 等一下 连二组都忘了面 我的好徒弟 你不会不眠不休 连坐了三天 就连一个字都没写出来 师傅 这张紙如此迷晕 学生化系也不好 让开了这张紙 呆子就是呆子 你坐了那三天 现在应该说有差诸了吧 写个字 得没事看看 不错 这个词写得尽道潇洒 龙非凤雾 和你以前写的字相比 可谓突飞猛进啊 好徒弟啊 好徒弟 你想想 你刻骨席字三年 没有什么进步 但是现在 你已经可花了三天时间 你的头发就突飞猛进 以后 这是为了 因为这张紙如此名贵 我怕到这些 就感受一下 心情多让心比起来 而是心理心把这个轴子扣了 说得对 学字 动作是动物 还要动心 不但要观其行 更要误实神 心里神贵 才能写好 现在 现在我的好徒弟 你已经掌握了 写字的效果了 维师没有什么好消息 你朋友 平心的天赋 只要你不思议 这些好品词 假日十月 我的徒弟一定会超越维师 扬名天下 后会有期 也志不忘 唯一无两 不信任 不信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